再来我们看到联合报的头版焦点 在台北捷运车厢随机砍杀乘客的 东海大学二年级学生郑杰 他昨天遭新北地检署以四个杀人罪 还有22个杀人未遂罪提起公诉 案发之后他曾经承认说他就是要杀人 见人就杀因为想要被判死刑 所以上捷运就多杀几个人 而昨天当法官问他说他是否认罪 还有对起诉有没有意见等的时候呢 他只是简短应答 而当律师请书记官来逐字修正 辩护内容的字据时 郑杰他竟然还斗角冷笑 戴着口罩表情冷漠 在警方的接护下不发一语地走进法院 震惊社会的北捷随机杀人案 检方经过两个月的调查 21号上午终于依杀人罪嫌起诉郑杰 并请求法官处以最严厉的刑则死刑 被告并没有悔悟之心 所以两官认为 他的所谓是符合大规模杀人的一个定义 同时他的行为历人罚使 灭灭人性 造成死者和他的家属 永远无法抹灭的伤痛 所以请求法院处以最严厉之行 侦办过程中检方请台大医院对郑杰进行精神鉴定 鉴定报告20号出炉 认定郑杰犯案时没有精神问题 他可以受审或参与诉讼 但具有反社会自恋人格特质 常有标新利益的举动 犯案东西则是因为国小时与女同学起了争执 便立誓要杀了对方作为报复 不过因为和女同学失联 再加上被国防大学退学 对人生感到悲观 才转以随机杀人来贯彻自己的杀人誓言 上午检方起诉政节后 新北市地方法院也立即召开分案会议 将由一项以饥饿如仇闻名 目前为新北地方法院发言人的庭长范继康 担任审判长 裴起法官为林彦鹏 昼命法官则是连雅婷 另外由于政节至今都没有委任律师帮他辩护 法院也将指派刘继位 王怡金 罗炳城三位律师 作为他的公社辩护人 预计8月13号首次开庭审理 余电TV 林炳舟 杨仁祥 新北市报道